大家好 我叫夏立 是一名铁建工程师 你修的是哪一条铁路 我参与修建的铁路呢 可能大家还没有做过 因为它刚刚开通不久 它就是蓝鱼铁路 我们虽然没做过 但我还真知道这条铁路 这是一个世纪工程 这是据我们中国 金九铁路 金广铁路 金户铁路 交流铁路以后的 第五条 我们纵观南北的 铁路大动脉 我知道在修建的过程当中 碰到了很多的地理难题 一共修了九年 对吧 对 对 可以说它是一项世纪工程吧 对 这条铁铁路 最初的构想是出现在 1917年孙中山先生的 建国方列中 而直到2017年的9月份 这条铁路才顺利开通 从1917到2017 整整100年 它的难点究竟在哪些地方 它是在我们开挖过程中 我们遇到了一种地址 这种地址叫做 第三系附水粉溪沙地层 据说有个通俗的说 叫卡脖子工程是吗 对 给大家出一道算术题吧 13.6公里的一条隧道 我们每一个月平均能挖100米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挖完 13.6公里呢 对 两年 对 我们这一条13.6公里的隧道 足足修了8年 而其中的173米 我们就用了6年的时间 6年时间才挖了173米 对 它是因为很硬 还是因为很软 进度这么慢 中国速度应该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碰到的这种地址 叫做第三系附水粉溪沙 这种地址呢 有两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就是含水力特别大 能高达28% 第二个特性就是 它遇水弱化 除体比较松散 松散到什么程度呢 它是一种沙子 但是比我们平时吃的这种面粉还要细 这个特点跟其他的这个路段都不一样 对 这个很容易塌下来嘛 是吗 对 很容易出现变形塌方 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人员的伤亡